好 持育代理掌握在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那么在议场里头现在持续审的仍就是国会改革相关法案 不过大家记不记得在早上的时候呢 这名进党立委林淑芬以及民众党立委麦玉珍爆发冲突 那么这个林淑芬还使出他的右勾拳 因此这个画面在网络上头疯传 现在林淑芬的服务处在Google上面的地标 就被改成了林淑芬格斗训练中心 那么呢也成为网络上头一个很热的讨论话题 但不管如何现在在议场里头呢 持续讨论这个国会改革相关法案 民进党也使出了拖延战术 每一个条文都几乎呢要表决八次 尽管现在看起来蓝绿白在对峙当中 不过稍早出现了一个画面是蓝绿白难得和解 因为有三党的立委呢要飞到瑞士为国发声 好 为的是这个WHA 那么朝野也一起鼓掌 我们就来看一下稍早的画面 派林毅军委员他们是四位 即将为今天晚上恢复瑞士参加WHA年会外 他们要开记者招待会以及代表2300万同胞 表达像生日一样许三个愿望 他们身上有三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希望台湾加入WHA 世界卫生组织分享全球最先进的防疫观念 公共卫生观念 第二也代表台湾广大人民愿意尽一己之力 帮助世界各地需要防疫公共卫生 第三中共军演的当前之下 他们要表达台湾人民热爱和平 希望不要有战争的风险 所以江启臣副院长跟剩下三位委员 总共四位这次去瑞士六天就要回来 责任重大 请所有的委员用掌声代表我们的祝福 好可以看到刚刚的画面 是因为有三党的立委 代表准备要飞到瑞士去为国发声 所以朝野难得一致大和解 那么今天在立法院里头 国会改革相关法案会不会三读通过呢 会持续为您做掌握 先把时间交还给棚内